好 另一方面再來看到 大家來關注了 那麼國安會的前民主長 蘇起接受了專訪 大家要問到說 太平島港側陣身 以及碼頭的整修工程 一月軍中 那麼蔡英文會登島嗎 會不會來登太平島 那麼像她認為說登島 可能性很小 一是美國因素 二是考量人身安全 大陸的戰鬥機太多了 到時候就算不把你打下來 派幾架戰鬥機旁邊來扮飛 照片照出來 真的很難看 在我國戰鬥機 完全沒有辦法來護航 介大師 現在以我們的飛機 不管是軍方還是民航的話 只能飛一種飛機 叫西腰山洞 那個是貨運機 大概要從屏東機場起飛 要飛四個小時 單程才會到達太平島 回來還要四個小時 所以大半就是 就是來回是八個小時 那民航機沒有辦法去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跑道沒有那麼長 那個太平島跑道是比較短的 那所以這個 蔡英文要去的話就坐西腰山洞去了 那西腰山洞事實上這個飛機啊 他是運貨的 還有就是跳傘用的 他不是一般民航機 哇還有沙發椅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 他前面有有比較舒服一點的 大部分人都是坐那個邊邊的 然後呢 他這個裡面啊 這個聲音非常的吵 這樣空四個小時 因為我坐過 我就是坐到這個飛機到了太平島了 我那個時候就是也是也是也是公務去的啊 那所以我覺得那個蔡英文的話 他不會吃這個苦啦 他這個是一個很很不愉快的一個航程 那當然舒奇講的也有可能 那就是說在過去的時候這個中間事實上 我們戰鬥機也沒辦法護航這樣子 這麼遠的這麼遠的距離啊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今天我聽還有聽人說 當時馬英九飛的時候 外面有飛機 那不是中國大陸飛機是 這個美軍的大航大黃蜂啊 那時候馬英九去去太平島的時候 那個時候事實上美國是不太希望 不太希望我們的這個高層政治人物去太平島 他希望我們不要在太平島 這個把南海的主權這件事再重新提起來 那所以美國是基本上反對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不會去的原因 基本上是因為美國不會希望 他在這個時候跑到南海去 因為蔡英文他唯一能夠做的 過去就是說他在南海問題上 從來都沒有做發出什麼聲音 這次這個議題突然被被吵起來 我覺得也不是蔡英文要吵的 就有人要蔡英文難堪吧 故意在這個時候把他休了八年 拖了八年啊 這個這個這個所謂的那個太平島的那個港啊 完工啊 放在他還沒有下臺之前 他本來已經在數饅頭了 數得很高興了 雖然他已經數了兩三年 準備下莊了 他以為安然下莊 可是問題如果他去了得罪老美的話 那他那個他的那個論文啊搞不好這個事情啊就又又要怎麼樣 又要重案就案重啟 有很多證據就突然冒出來了 因為美國的情報掌握很多 而且他這個東西基本上很多關鍵的都是在英國 英美的情報人情報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我蔡英文我覺得雖然他可能可以下莊啦 可是並不表示他在任內有一些事情就可以就此啊 所謂的怎麼樣 呃 隨著他啊一起怎麼樣沉入大海裡面 船過水無痕 應該是不可能 這個案子啊 還是要看他後續啊 下莊以後 饅頭數完以後啊 那個結甲歸田以後是不是還很規矩 如果結甲歸田的時候 或者他結甲歸田之前啊 又犯了一些錯誤啊 很多追隨他會這些案子啊 最顯著的就是他的這個論文的事情啊 搞不好又會就就案重啟啦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從個人的因素也好 從這個好顧及跟美國的因素也好 我覺得他去的可能性都極小 那去的話 我就不曉得他為什麼要去 對不對 那個港事實上太平島上那個港 事實上是馬英九開始就修的 很奇怪修得這麼慢 那拖到最後呢 奇怪也沒有拖得等他下台以後再完工 偏偏叫他下台之前 那幾個月之前讓他完工 讓他挺難看的啊 所以我是覺得就太平島這個事情 基本上獨派有一些人 事實上是不太不太不太願意在這個上 跟美國人站在對立面的 甚至有人就說這個好跟這個好 跟這個獨派有一些人說什麼 說釣魚台是什麼 釣魚台是日本的對不對 然後呢也有同樣的理由 為了要讓這個日本或者美國高興啊 甚至也有主張放棄太平洋 太平島的主權的這個這種說法 我也聽過 我也聽過 所以呢 我想蔡英文對於這個燙手三喻 我想她還是能躲就躲了 反正已經躲了那麼久了 連這個記者會都可以躲個幾年 這個去太平洋 太平島這麼難過的差勢 我想她應該是 能閃就閃 其實我是很希望蔡英文去太平島 因為你看看 古時候有皇帝清真 我們現在這時候有總統去宣誓主權 多振奮人心啦 對不對 我相信綠營一定這個為之起舞 為之歡欣鼓舞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蔡英文 你不要變成土木堡之變 什麼叫土木堡之變呢 就是明朝的時候 英宗的時候皇帝清真 就去打瓦拉 就在土木堡那邊被俘了 被俘虜了 那今天你去太平島 會不會變成土木堡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台灣史上面的土木堡 我跟各位講 我這邊有個圖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這個太平島的位置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她剛好在 這個解放軍控制了 三個島中間 就南沙的三個島 主地礁 永暑礁 還有美濟礁 剛好太平島是在這中間 這距離都非常的近 這第一個 這個會不會去那邊 如果說你沒有 你沒有得到 這個大陸那邊 善意的這個同意的話 我跟妳講 妳去妳是自投羅網 那第二個 這個總統出去 以前我在大潭島的時候 以前我在小金門的時候 陪陳水扁總統去大潭島 那時候我們都 軍隊都要做好 總統萬一發生最糟糕的狀況 就是人家出來劫持總統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安全地把總統送回 這個台灣去 然後安全地能夠脫離 那現在國防部有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呢 我跟各位講一個數據 我們台灣現在的飛機F-16V最先進的 對不對 作戰半徑只有564公里 那你說我都不掛那種飛彈 我把那個裡面全部掛附油箱 掛三個附油箱 最多也就是900公里 然後我可以用東沙嘛 如果說用東沙當作F-16V的那種堅硬的 東沙不要說高雄 東沙距離太平島 也有一千一百五十二公里那麼遠 也就是說它遠遠超過你 就算是飛機掛附油箱來講 你都飛不到那邊去 戰鬥機啦 我講戰鬥機 飛不到那邊去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誰給你護航 如果說是總統出巡沒有護航 就像剛剛介大使所講的話 以前來講你可能還可以 馬英九區的時候 可能還這個美國還幫忙一下 這個小英號航空母艦的 這種F-18戰鬥機護航一下 我跟你講總統出巡沒有不護航 聽說不是幫忙 好像突然出現 對 突然出現 其實就是有默契啦 就避免發生這種擦槍走火 那我想想看 你現在如果說是以蔡英文 現在我們台灣現在跟 這個老共相處的情形的話 他會不會就把你劫持了 那你今天蔡英文你去那邊 不是土木保治 你等於自己去送禮去 把自己當一個禮物送給解放軍 我跟你講 這個蘇姬講說百分之九是不會去 我是延滿他了 百分之二不會去了 這東西你去的話 第一個得罪美國 像介大使剛剛講的 得罪美國 美國現在不希望南海 那個地方有主權爭議的問題 對不對 在國際政治上面 在實際上面 軍事上面 你也沒有能力給總統護航 你說你要不然就做軍艦去 做軍艦去來講的話 現在南海誰的實力比較大 對不對 這東西大家可想而知 美國都不敢保證幫你護航 那你何況我們自己台灣的軍艦 你怎麼去 我跟你講 以前我們軍隊去太平島 非常的辛苦 那一個船 一個那個就 一去就是來回就是 兩個禮拜 那時候有ST的船 我認識太平島上面 住在上面的衣冠 他現在已經退伍了 當年他是太平島上面 唯一的醫生 衣冠 他每天最單一一件事 是自己盲藏眼 然後他練習自己拿鏡子 幫自己開刀 真的啊 我想 因為就他一個醫生 他可以幫所有人看病 但沒有人可以幫他 但沒有人可以幫他看病 那只要說只要一生病 以前那個時候 還沒有這個跑道的時候 那時候都要用船來回 所以萬一一生病 大概也就是 就是可能 所以他要想辦法自救 對 就要想辦法自救 所以我覺得說 這次蔡英文遜那邊 只是一個空議題 但我希望他去 對不對 他去 我們看看我們偉大的總統 對不對 御駕清真 是一個什麼樣的場面 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留下 3 請問